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我们有很完善的系统 而且我们以前做过 刘强东在案发当天的警察报告上是以性犯罪 强暴重罪被捕 但隔天却无保获释 这种情形是否属于很平常 拉泽夫斯基说 他无法回答很平常还是很少见 但9月1日下午释放刘强东 是由检察官办公室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以及刘强东的律师三方讨论后所作成的决定 拉泽夫斯基表示 目前检察官办公室还没有接到警局的完整调查报告 每个案件需要调查与评估时间不同 有的需要一个月 有的很快 他说 刘强东案最快本周内会决定是否起诉 他表示 如果检方决定起诉 不需要经过大陪审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6日 明镜广播电台吉隆坡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 马哈蒂尔要向中资案动刀 断中国富人千居梦 马来西亚新政府近来将矛头对准在 柔佛海峡人工岛新建中的森林城市 Forest City 使得这项毗邻新加坡的 耗资1000亿美元新建案麻烦不断 可以容纳70万名居民的森林城市 由中国建商碧桂园和柔佛州苏丹持有部分股权的公司联手建造 预计在2035年完工 森林城市原先计划吸引中国富豪购置居住 大马大选后该计划广受批评 据法新社报道 马来西亚新政府近来将矛头对准在 柔佛海峡人工岛新建中的森林城市 Forest City 而森林城市有未来感十足的高楼大厦和滨海别墅 位于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外海的四座人工岛上 距新加坡只要一小时 目前该计划蒙上阴影 此建案瞄准中国投资人作为新加坡较高价房地产的替代投资方案 有报道指出 虽然尚未完工 中国买家就已买下约三分之二的森林城市公寓 但号称有国际学校、购物中心、饭店和甚至移民中心的森林城市 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 中国管制资本外流影响了需求 在此同时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Najib Razak掌权时 中国对马来西亚影响力日益增长 森林城市建案因此成为众矢之地 环保人士也警告 青岛沙土、填海造陆 恐对海洋生物造成破坏 据马来西亚官方消息 针对探讨减少森林城外国业主 为房地部未有定论 报道说 虽然柔州政府挺身捍卫 为联邦政府对森林城的关注依旧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透露 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可能降低外国人在森林城的用物率 祖莱达今日在部城记者会表示 虽然森林城计划目前仍早而无法下定论 但他相信 联邦政府倾向于减低森林城的外国业主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6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香港特约记者真树基的文章 题目是河南全省钦差教堂十字架 强制挂国旗挂喜相 河南省掀起新一轮钦差教堂十字架行动 估计已有4000间以上教会的十字架被拆 据香港传媒引述当地有牧师表示 该省三字教会地下教会的十字架已被钦差一空 部分小型地下教会亦被查封 财务被搬走 政府强制教会悬挂国旗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像 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容的宣传化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会 河南省明委宗教局办公室对明报的查询 一直未有回应 在此之前 河南嵩山少林寺率先表态支持 今年7月31日全国性宗教联席会议 发出的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倡议 并已经在当天少林寺山门举行悬挂国旗仪式 乃建寺至今于1500年来首次有国旗在少林寺上飘扬 但当局在钦差教堂十字架改挂国旗的行动 却遇到抵抗 报道指 数十名身穿制服的公安政府工作人员5日早上六十序 闯入河南省南阳市的光彩教会 拆走十字架 把物品全部搬空 有文讯赶到的教徒上前阻止时 亦被警察带走 在南阳市唐河县警楼教会 同寨铺镇惠小营教会 东王吉镇秋坡教会 5日亦有同样情况 现场执法人员达数十至上百人 河南永城市的一名牧师对明报表示 当地原本有135间教会 现在仅剩下了69间 剩下来的教会里的十字架也已全部被拆走 而他所在的教会也在半个月前被查封 当时政府的理由是信众不足400人 他的教会只有一百多人 政府查封教会的理由五花八门 有离政府离学校不能太近的 唯贱的 看不顺眼的 可以说根本没有标准 只要不听话就有理由封掉 该名牧师又表示 不仅是永城市 目前整个河南已经看不到十字架 包括官方三字教会的十字架都被拆掉 还要在教会里挂国旗 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像 挂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容的宣传画 除了安装监控 他们还每星期派人来巡查 只要这些被取下来 教会就会被查封 另外一名从河南驻马店逃到外省的牧师表示 小的教会都被封掉 财务被搬走重宫 甚至有些房子都被拆掉 剩下稍大一点的没有拆 但是十字架一定要拆掉 牧师指出 教会人士稍一反抗 当局便以妨碍公务等罪名带走 他说 基督徒可以到其他教会敬拜 但不能私下聚会 否则提供场地的人要被罚款20万元人民币 政府还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准进入教会 学校还要家长签字承诺不让子女信教 否则不能进学校读书 教会的负责人也要被处罚 报道指这次河南的做法 可能与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三月底正式启动 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 2018年至2022年有关 而河南省随后启动 依法规范农村基督教事务专项行动 部分地方要求实现性教人数和宗教场所数量 明显减少整治私设聚会场所等 而7月31日举行的全国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 一倡议在宗教活动场所深挂国旗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6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高新的署名文章 题目是中共政权不败原因公款养党 各位听众好 这里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栏目的文章作者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这个专栏的上篇文章的标题 习近平用断粮绝吹威胁不听话的中共党员 被海外某华文网改为习近平用断粮绝吹威胁不听话的老百姓 有读者朋友认为原标题不够周延 因为习近平政权可以用断粮绝吹威胁的并不仅仅是中共党员 至少所谓党政军民学中的政府军队和学校以及科研机构中的非党员 事实上也是和党员一样 随时可以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断粮绝吹的 正如杨烧正先生批判文章中所说 如果你在政府部门军队武警公检法司人大政协社会团体党务部门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机构工作 就应该知道每年都会有所在单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委主持来对每一个员工进行工作考核 考核的第一条就是思想合不合格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吗 拥护党的现行方针政策吗 如果有谁胆敢明文在考核表上填写否定意见 考核就肯定不合格 对于不合格的职工要么急于处分降级降职降薪调理员工作岗位或者开除 对于在校的各级学生 如果被所在单位党委认定不兼职思想基本原则反党反社会主义 升到高一级学校就基本无望了 很多甚至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 甚至会为中途开除 所以朋友老父亲的担心是正常的 党的确对几亿人的傍晚个人利益前途牢牢的攥在手中了 杨烧正先生还在他的相关文章中 斗胆质疑习近平当局 俄罗斯现在有多少布尔什维克党员 俄罗斯现在有没有执政党从中央省地宪政级独立的党务机关 俄罗斯现在的社会团体是也单位政府部门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内部是不是也有大量的专职党务机构和党务人员 这里所有的党务机构的人员心机 工作经费和办公场所租金 都是由国有资产收益和政府财政买单吗 如果是 他们的执政党是不是花费了更多的财政资金 和国有资产的收益 连个总数和明细都不需要告诉全体国民 是不是更不需要让全体国民同意和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了 其实杨烧正先生的这个问题 早在习近平登基之初 一位叫郑可忠的作者 即已经在他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清楚的回答过了 该篇文章的题目是 苏联共产党的一次财务公开 开篇的暗语中写道 1988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进修 看到《论据与事实报》第五期上刊登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消息杂志 1988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叫做 《苏联共产党的预算来源和有哪些基本支出》 这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事务管理局的一篇公报 公报公布了1987年党的经费预算和使用情况 因为看着新鲜文所未闻 所以随手就翻译到了自己的作业本上 近日翻译旧文稿看到了不忍丢弃 还是放到我的博客上留作对一段生活的记忆吧 苏联共产党的预算来源和有哪些基本支出 一文中详细介绍说 前苏联执政党的预算收入基本来源是党费 1987年共收入13.406亿卢布 这占全部党中央财政收入的81% 另外一部分来源是中央事务管理局所属企业 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的企业上缴利润 1987年党组织活动总开支是16.57亿卢布 如果是13.406亿占全部收入的81% 那么全部收入应该是16.55亿 而总开支是16.57亿 显然有200万的赤字 这些经费用于维持4625个地区城市州省边疆 共和国党委会及其经济部门 261处党委会政治学院 9200个政治教育研究室的活动 其中有4900个基层党组织 14处带有咨询机构的高等党校 134个为提高思想工作举办的苏外干部培训班 16个党史学院 153个党史档案馆 23处列宁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 529个马列主义学院及其分支机构 中心思想机构和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党校 大约有52000个支部组织 是靠支援者维持活动 党的经费的88% 也就是14.589亿卢布 用于保障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活动 其中9.54亿卢布拨款 发给基层党组织脱产人员的工资 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活动经费是 0.859亿卢布 用于培训苏外思想干部 花费的是0.41亿卢布 1987年在党的高级党校 日校夜校学习过的 1.85万人参加学习班 研究班学习的有14.54万人 3.78亿卢布 用于党的地方机关和项目建设 还有出版社 党委会机关的维修及其住宅建设 马列主义学院 全苏联政治教育中心 列宁博物馆 列宁高尔吉国家历史保护单位 社会科研等研究机构的维护经费是 0.236亿卢布 为了增强党中央机关的物质基础 对党中央出版社和中央事务管理局的 其他项目投资 1.035亿卢布 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活动 开代表大会协商会和其他会议费用 全年支出5040万亿卢布 占总支出的3% 此外 由于其他项目的开支 包括国际交流经费 共支出2060万亿卢布 公报指出 今年来由于增强了责任心 对党的经费和使用更合理和更节约了 中央机关节省开支 5190万亿卢布 地方机关节省开支 780万卢布 办公费电话费 节约了160万卢布 该杂志还刊登了 对党财务进行监督的消息 并说今后还将不断的刊登 有关党的财务工作情况 便与社会及时了解一些事实 郑可中先生对如上内容的读后感是 原苏联党产和国产分得很清楚 党的经费来源有两个渠道 党员上缴的党费和党办刊物所得利润 党的财务是透明的 起码对党员有一个交代 党务活动使用的经费 全部来自于党产 包括开党代表大会等等 反观中共 美国北京这孙刊登的 穆正新先生撰写的 全球最昂贵的政党 是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 不由分说的强征全中国 每个人一百元用于养党 这个党一定会遭到人民的痛吗 再强征每个人二百元 一百元用于镇压对党不满的声音 另外一百元用于对人民 进行正面思想教育 这党就会受到人民的高度拥护 这就是共产党的辩证法最绝之处 花钱力度和额度登峰造极时 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辉形象 就梳理起来了 后置而成无形 黑透而显无色 奢吉而成无产 穆正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 比较国共两党之后得出结论 相信不少人听说 中国共产党的巨额党产 据台湾中国时报今年 也就是2016年3月4日报道 国民党各种党产的账面价值 也为400亿台币 但实际净值可能不到200亿台币 在台湾的政治环境下 这笔党产非常惹眼 而备受民进党的攻击 以西方国家的标准看 饥饿党产让人觉得 该党奢侈甚至构得上腐败 但是如果和海峡对岸的中共比起来 国民党只能算得上超连结 从性质上讲 国民党是私产养党 而中共是用公款养党 从数量上讲 国民党的党产 只是中共养党费的零头 400亿台币党产 折合人民币100亿元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目前消费算 约等于两个星期的开销 中共还喜欢宣传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 如何巨大 根据美国联邦宣言会网站公布的数字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发费 总额为10亿零165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80多亿 这还不够中共两周的养党费 国民党党产累计了近百年 美国总统大选经费筹集了四年 中共把这么多的钱用光只需要一个月 中共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 2861个县级党委 330个第十级党委 31个省级党委 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 此外还有成千上外的院校细索 军师旅团党委等等 养党经费之巨可想而知 万官贪污不抵一党窃国 公款养党的罪恶程度超过了一切经济犯罪的总和 国共两党成员都有贪污行为 但是贪污毕竟是不可告人的暗中舞弊捞开行为 而共产党则是全党出动 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不拦壮阔的吞噬公款 国民党至少能在公开场合下 极致鲜明的拒绝和谴责党库通国库的行为 中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极致鲜明的用公款养自己 共产党人从不以窃国为耻 倒是气势汹汹的随时准备捍卫党的窃国权 在他们看来党西党党的江山 接着下来坐江山吃江山是顺理成章的事 谁要敢在中国大陆公开主张停止使用公款 而改由自行募款来养党的话 谁就是共产党的仇敌 别提说停止公款养党 哪怕提议削减党开支 以减轻人民负担的建议也是严重犯计 共产党绝不容忍 习近平当局因为绝不容忍杨烧正先生 在中国大陆对中共政权以国库为党库的公开批判 而下令对他断梁断炊 穆正新先生和杨烧正先生 在文章中所批判的公款养党中的党 指的是打了江山自然要做江山的共产党 事实上公款也就是国库供养的 除了共产党的各级各类祖师和他们的成员 更还有依附在他身上的另外一群寄生虫 中共建议之初 毛泽东曾经把一些思想极锁的民主党派成员 主动提出的从组织上解散民主党派的要求 持之为短视 并要求将所有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开支 同共产党各级组织开支一样 全部由国家包干 列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开支的一部分 详细内容我们下次文章里会继续介绍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6日 明镜广播电台华盛顿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发表张平宁恋的文章 题目是 美国官员不懈努力 意在挫败总统职权 一名高级官员撰文声称 他是川普政府内部抵抗力量的成员 这篇在纽约时报评论版表的文章 在喧嚣的白宫激起强烈反响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纽约时报评论版 匿名发表的文章中称 川普的幕僚们正积极暗中抵制他的部分总统职权 川普总统面临着对其总统职权的考验 这位作者说 而这是现代美国领导人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这个川普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困境 在于他的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都从内部不懈努力 去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趋势 纽约时报评论部说明 发表匿名评论文章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做法 无论如何 编辑们相信这是他们为读者提供一个重要视角的唯一选择 不爱盟友爱独裁 这位匿名作者叹息其总统职权在双轨道运行 其中高级幕僚们努力去做那些即便总统不愿意做 却是正确的事情 例如川普偏爱专断者和独裁者 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这位作者补充说 川普对于那些将我们与志同道合的盟国联系起来的纽带少有真正的赏识 的确 川普持续地批评美国的盟国 包括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国家 比如德国从贸易到国防 他的批评无所不包 胆小鬼 纽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后 川普很快对作者进行了猛烈攻击 并称这家媒体不诚实 他们不喜欢唐纳德川普 我也不喜欢他们 川普说 因此 如果衰败的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匿名评论 你能相信吗 匿名哦 那意味着胆小怯懦一篇胆小怯懦的评论 我们正在做伟大的事情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称这篇评论可怜粗鲁而又自私 要求作者辞职 德国之声记者迈克克尼格说 一个可能的后果是 气急败坏的白宫将搜查涉事人员 面临崩溃 就在这篇评论文章发表前夕 英水门事件出名的记者伍德沃德的 全面披露内情的新著公开部分细节 描绘川普政府正面临紧张不安的崩溃状态 内阁成员们总是伺机阻止总统做出糟糕的决策 这篇评论文章显示 这些努力也许比伍德沃德在书中描述的情形有更深的层次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6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发表长屏观察文章 题目是 中国人从屁民到韭菜 面对领导人的奢华撒币 网民自嘲献高忌久 时评人长屏认为 从人民到屁民 再从屁民到韭菜 从不配信照到你就是那个代价 这是民众以几代人的惨痛经历换来的全力觉醒 今天如果要选一种蔬菜作为中国国菜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韭菜 不仅仅因为它 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中国人种韭菜 已经有三千余年历史 在诗经中就有限高忌久的诗句 也不仅仅因为它至今仍然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 最近一轮通货膨胀中 暴涨中的韭菜价格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指标 而且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 原来韭菜一直在默默代言着自己的命运 准确地说 普通民众的政治身份 又要割韭菜了 这是指中国财政部发表通知 要求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 盯上老百姓口袋里不多的余钱 韭菜不够割了 这是指中国政府计划生育政策大转弯 从不准生二胎变成了鼓励 甚至强制生二胎 因为人口红利快要没了 九州九州拿掉一大笔钱成了非洲 这是网民不满习近平未经过任何民意机制 就大手一挥拿出600亿美元援助非洲 中国专家指责穷人效仿富人养孩子 民众明白了 韭菜就不要指望长成参天大树了 既不需要太多阳光 也不可以占据太好的地盘 或者花费太多的资源 随便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理 焦点大分它就能蓬勃生长 韭菜的生长特性 民间称之为贱 第一它耐寒且喜欢在殷尸的环境生长 第二它具有素根性 不容易死 割了还长 割了还长 一茶又一茶 茶茶温顺 作为底层民众的字矿 它最早出现的股市 直底层股民买股票常备套牢 无法脱身 坐等庄稼收割 股民竟一批被套一批 买一次被套一次 但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 就像韭菜一样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多机构在挖坑 几多散户在割肉 网民们发现 股民的遭遇 难道不就是自己的政治处境吗 几十年来 一再挖坑的不超过50个权贵家族 十几亿民众却被反复割肉 从人民到屁民 这是一个最新的觉悟 几千年来 普通民众的政治身份都很低贱 他们的名字叫 黎明 树明 陈明 草明 贱明 雕明 暴明 直到新中国自称人民共和国 最高领袖 高呼人民万岁 他们发现人民成了自己的新名字 而且无处不在 无限风光 人民俨然当家做主了 人民政府搞大跃进 饿死了数千万人民 人民政府发动运动 斗死了数百万人民 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枪杀了最勇敢最优秀的人民 人民日报几十年如一日的谎言连篇 尽管如此 人民仍然确认身份 面对血腥的暴力屠杀时 高呼的口号还是 人民军队人民爱 人民军队爱人民 索性网络还没有被命名为人民互联网 它让民众有机会检视自己的真实身份 2008年10月的一天 时任深圳海事局书记的林家祥 涉嫌猥亵十一岁女童 并现场言语攻击 围观民众 我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 你们算个屁 一语惊醒梦中人 原来咱们是屁民 此后屁民依此窜红网络 成了老百姓的代名词 跟草民相比 算个屁更准确地代表了权贵对民众的态度 充满鄙视 可以无视 而且无惧敌视 连臣民草民都不如 左雕民暴民都不配 还有人觉得连屁民都高抬自己了 屁还有个想动和怨气 他们连这些都没有 只有极度的悲观 唯靡和犬儒 自称为屌丝 与此同时 他们用赵国人称呼权贵 这个段子来自鲁迅的小说 阿Q正传 底层失业人士阿Q 就以为自己姓赵 被村中诠释 家庭赵太老爷 刮了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 你哪里配姓赵 总有一些底层 屁民和屌丝 吃地勾游的命 草中南海的心 甚至当起自干物来辱骂 为民请命的人权律师 和异议人士 你也配姓赵 是一个当头一棒的提醒 对酒当歌的那个代价 屁民和屌丝 含有愤怒和反抗 但是更多是消极的自嘲 甚至对政治的逃避 直到有一天 跟着官媒高喊 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民众发现 真正跑不掉的是自己 无论是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困窘 还是毒奶粉假疫苗 对孩子的伤害 你都逃无可逃 必须忍受 古代中国的庶民 上学不用背诵 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 结婚后想生几个孩子 生几个孩子 如果你读了点书 可以考状怨 许身报国 也可以隐居起来 悠然见南山 所谓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己身 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 通过金庚细作的社会管理 断了世外桃源的路 如果有那么一个 拒绝参与革命运动的地方 那一定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人人都是领袖随时可用的革命群众 屁民可能连屁都不如 想跑跑不掉 屌丝可能连屌毛都当不了 想藏藏不了 这个道理 人民花了70年时间才想明白 不久前 一个段子在中国社交媒体流传 晚上吃饭时 一个半生不熟的朋友跟我说 美国太不是东西了 跟我们打贸易战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打赢贸易战 我心想 你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 你是那个我们吗 其实你就是那个代价 不惜一切代价抗美元潮 不惜一切代价大链钢铁 不惜一切代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六四运动 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中美贸易战 不惜一切代价援助非洲 你以为那个代价是什么呢 正如一首天朝辟名歌唱道 维稳的费 辟名的税 花你的钱 判你的罪 从人民到辟名 再从辟名到韭菜 从不配性照到 你就是那个代价 这是民众以几代人的惨痛经历 换来的全力觉醒 尽管如此 民众依旧十有八九 当权者依旧对酒当歌 社会依旧尝至久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6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明报新闻网 发表文章 题目是 中国海外查税 冻结大批华人账户 中国税务机关 自9月起 开始针对高资产人士 打击国际逃漏税 双全出击 除了与全球各国交换CRS海外金融账户 共同申报准则 资讯的机制正式上路外 日前公布的个税修正案 也首度寄出反避税条款 据了解 在此效应下 包括澳洲 纽西兰等地 已有大批华人账户 因此遭到冻结 而且预估其冻结范围 还会持续扩大 根据人民日报 辖下的中国基金报报道 从9月起 中国首次与其他国家 交换CRS资讯 中国税务机关 将得以掌握 个人境外收入 一旦被列为 高风险的纳税人 在面临巨额资金来源 不明审查的同时 将必须补缴 大额的 个人所得税 潜藏避税天堂 有麻烦 普华永道 中国私人客户 服务中区主管合伙人 王磊表示 随着CRS的实施 反避税在 个税层面的立法 变得迫切 他也警告 随着CRS的不断推进 实施与中国新个税法中 反避税条款的加持 热衷在避税天堂 开账户 偷偷藏钱的有钱人 或涉及洗钱 漏税者 但凡有不合规的行为 统统都会有大麻烦 另外 中国基金报也指出 中国与其他各国交换CRS资讯的前后 相关效应已经陆续显现 早在一个多月前 已有外媒发布重大消息 指纽西兰 澳洲各大商业银行 已冻结了数千的账户 并要求确认开户人 是否属于外国纳税人 其中也涉及到了 大批的中国居民 纽西兰国有企业 Kiwi Bank 纽西兰邮政银行 则透露 该行早在5月底 就向大约3000名客户 发送了信件 要求被点名的客户 在14天内补充海外税务资讯 复稿买大保单会提报 另外 澳洲最大的银行 ANZ亦表示 过去一周内 该行已冻结了大约200位客户的账户 并将按照税法规定的要求 每周继续冻结账户 西太平洋银行 WESTPEC和ANZ也做了相同的反应 报道指出 事实上 早在6月初纽西兰媒体就放出消息 如果不提供涉外纳税资讯 纽西兰银行将冻结相关账户 根据了解 目前 澳、纽两国银行已经冻结了上千个账户 而范围仍将持续扩大 而被冻结的账户中 不排除包括了大量的华人账户 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很多人热衷到香港买人寿保险 专家指出 如果保险金额达到一定水平 也是要进行CRS资讯交换的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香港也是CRS签约地区 因此香港的保险公司 有义务将买过大额保单的 高净值客户的保单资讯 提报给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6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明镜新闻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 中国大豆库存将近 猪肉价格势涨 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 两国不断互加关税 影响陆续浮现 中国对部分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 令出口至中国的美国大豆数量大幅减少 外媒引述消息指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大豆库存或在明年首季耗尽 届时饲料价格或因此上涨 最终导致猪肉涨价 据报道 中国一直依赖美国供应大豆 去年买进了约六成的美国出口大豆 但自今年7月6日对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后 中国就基本退出了市场 中国93良油工业集团副董事长郭艳超表示 中国将在下一个作物收获季 把几乎全部美国大豆进口替换为巴西和其他产地的大豆 郭艳超指 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约2785万吨大豆 但受关税影响 预计今年会降至70万吨 整体来看 今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将降至8467万吨 较上年采购量减少1079万吨 巴西将取代美国 成为中国的主要大豆来源地 阿根廷、加拿大及俄罗斯等亦有出口大豆至中国 然而 郭认为巴西大豆的供应量有限不能与美国比 因此中国或会面临大豆危机 郭艳超预计 到11月 港口的进口大豆库存料将降至纪录低位 豆粕价格会非常高 这将在明年第一季打压市场对豆粕的需求 他警告称明年2月或3月 中国大豆库存可能会消耗完毕 届时巴西大豆供应有限 一些民间企业可能被迫从美国购买大豆 美对华贸易逆差创新高 报道分析 中国料将增加替代古物的进口量 并将国内压榨量提高至340万吨 同时出售160万吨的国储库存 据悉 中国的大豆进口 大部分用于加工食用油以及动物饲料 自中美贸易战打响后 国内豆粕价格持续上涨 其中上月较7月份涨幅近7% 与之相应的是 生猪饲料价格也上涨 加上非洲猪瘟肆虐 势必令猪肉价格上升 另据美国官方最新公布的7月份数据 美国贸易逆差持续第二个月扩大 与中国的逆差更增加一成 达到破纪录的368亿美元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 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 您可以收入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也可以打入中文字 明镜之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 subscribe标志点它 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 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 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